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作曲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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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说八万年前人类从非洲走出来 从此娶了老爸生了孩子 又家有了兄弟 谁家里的兄弟都有新的五行人 心眼多了缺心眼了 但玩的都是飘逸 有个神仙叫老天爷他最爱开玩笑 你得死的时候 他会让你一无所有地失落的时候 他又扔个山里闪着没事给你 刀刀刀刀刀刀刀刮我自己的兄弟 人生这一趟列车 到底要开向哪里 开车的更不知道 旧车的更不知道 家宰坡也是个家 再怎么闹也是兄弟 如果没有了彼此 谁又勇气躲下去 想想有没有我们这样坦诚痴的兄弟 世上哪能见到你们纯洁的情与爱 谁家里的兄弟都有一错在错的 还有一个不说死 就不会死那想玩飘逸的 黑开了个美风塔 针对了白娘子 瞎跑了许仙脱破了法海 那个老和尚 事实如此神经无常就像一出戏 想想要没事给你刀刀刀刀落了其他兄弟 问世间情为何无 只教人生死相续 故事里痴难愿意 偏重多少泪珠 家宰坡也是个家 再怎么闹也是兄弟 如果没有了彼此 谁又勇气躲下去 来 等会儿啊 马上 亲爱的 亲爱的 这么多 你帮我这儿的东西 我全都给你带来了 你看我还想着吧 哪天让秦瑞开车过去取的 你自己给你多沉哪 慢点 请坐啊 坐吧 坐吧 阿姨呢 今天去医院复查了 看看书后有没有排异现象 我不是要在家等你吗 所以秦瑞陪着去了 我就找你过来聊聊 我跟秦瑞的婚礼 你一定要来哦 而且必须当伴娘 知道吗 你决定了 嗯 决定了 你看到这两天你什么时候有空 陪我去看一家婚纱 我也不想再拖了 你是怕再拖下去 你自己的改变主意 怎么会 怎么会 我这么缺钱 命中注定就应该嫁一个新钱的 我偏偏就遇到了一个新钱的 这就会儿是 拜托你严肃点好吗 严有缘我告诉你 我太了解你了 你别给我装轻松了 你对汤立秋能放得下吗 只有爱情支撑不了一个婚姻 汤立秋应该找一个比我更好的 他是个好男人 他家所有人都是好人 虽然不能害他 只要爱就要在一起 除非不爱 这是你已经天天教我的 亲爱的 你现在还有资格谈爱情 我早就没资格谈爱情了 汤立秋就是天上的雪花 看着漂亮 落地上留花 这就是现实 我只有嫁给钱瑞 张立秋才会回英国拿雪味 这是最好的结果 妈 这衣服我给你洗过 剪澡干出来怎么又洗啊 中午有人喝多了 吐了围身在哪儿 唐靖 那个代价的事 咋能不能不干了呀 你说那些喝醉的人 万一有点什么危险什么的我不放心 我以后注意就是了 唐靖 雪莲的事你怎么打算呢 不是说了吗 以后这回事不提了 唐靖 你知道吗 雪莲为了你们两个人事 整天在家里面哭 你真打算就这么着了是吗 我告诉你我可不答应啊 当初离婚的时候 你就没跟我商量 现在装得跟没事人似的 你对得行人雪莲吗 你要再这么下去 你跟老汤有什么俩样 我跟老汤不一样 怎么不一样啊 一样 老汤就这么自私 整天只在乎自己 什么舒坦飘逸 从来不在乎别人的感受 唐靖 打小就跟你说 做人啊要多念别人的好 毕竟你们两个人夫妻异常 你一个男人 就不应该跟女人之间 你就不能低低头啊 你低低头个人 居然打个电话能怎么了 妈呀 这婚都离了 这打电话还有什么用啊 离了还可以复婚呢 接个电话 喂 顾先生吧 行行行 我马上过去啊 走了 你自己给人雪莲打个电话 马上不回来吃饭 你去等我啊 晓菱 来 晓菱啊 怎么了 躲着我 晓菱 那爸刚才出去办了点事 来晚了 饿不饿呀 你想吃什么 爸给你做 我昨天是不是跟你说 这两天让我自己待会儿 给我留点空间行不行 行行 晓菱 爸给你做完的饭 看着你吃完了 爸就走 把空间都留给你 好 行行行 您是故事吗 对 你来样子聊 您车在哪儿呢 我车 我车 车在那边 那边是吧 来来来 您慢点走 来来来 吃得够香的 嗯 你还真吃得香啊 这碗肯定不够了 一会儿再给我来一碗啊 唐娘的事你到底管不管啊 唐娘什么事啊 你说主厨丫子那个事啊 你放心吧 唐娘跟雪莱那小儿闹 没什么大事 没大事都离婚了没大事啊 离婚怎么了 咱俩不也离了吗 搞起来咱俩复婚 你别扯那么远啊 我问你前段怎么答应我的 你说先紧着三儿和颜小月的事 等他们的事办完了呢 你就来解决汤姜的事对吧 对啊 问这现在三个洋洋员的事 不还没办完吗 还得接着办 你 干什么呀 你败家娘们 这面还能吃吗 疯了 你还真把三当自己的儿子了 行 我问你啊 你还认不认汤姜这个儿子 你要是认 赶紧想办法解决汤姜和许莲的事 你要是不认啊 从今天开始我不问你这事了 你也甭想再要汤姜这个儿子了 我说到做到 好好好 那行 你坐坐坐 我帮你分析分析去吗 我帮你分析分析 来 你坐 你坐坐 我站着听 好好 你站站站 我告诉你这个事啊 从根上 怪王金泉 是王金泉老东西造成的 要不是他 一心想让他娘当上门女婿 他就不会又是房又是车 在那穷摆阔起是吧 最后是车子弄砸了吧 我告诉你这个事 现在还真不能劝 因为他们两口都没有真矛盾 越劝越逆反 只有先凉拌 这当初你老问我 这事怎么办怎么办 我是凉拌 你还不理解 就得凉拌 得彻底凉透了 我自有办法 你别跟我说什么 凉拌热办的事 我就想着 赶紧解决汤姜和许莲的事 复婚 听见没有 你这跟长门人说话态度吗 你还命令我做事啊你 我还就命令你了 赶紧让汤姜和雪莲复婚 从明天开始 你就甭想再吃我给你做的饭 别别别 好好好 好 不就复婚吗 复婚 好 我给想办法 好 疼快让他复婚 行了吗 赶紧给我下面去吧 老汤 你来干吗呀 老汤 你来干吗呀 别关呀 别关 这么好的音乐听一会儿 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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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开呀 要听回你们家听去 行 那让我庆家 带我到现场去听去 在家请退业余啊 是吧 我凭什么带你到现场去听啊 美得你了 怎么着 还想骗我钱是吧 老汤 你误会了 咱俩现在不是庆家了呀 我是说我未来的新庆家 什么意思 老汤 忘了告诉你的老王 明天我们家汤姜就去相亲了 我老汤向来明明不做暗示嘛 所以我来告诉你一声 让雪岚不要苦苦地再等了 搭断则断 你也劝劝他 想开 好吗 不 不 不 谁 谁跟谁相亲呢 傻了 我们家汤姜和漂亮姑娘相亲啊 听不懂啊 明天 香吧 香 随便香 我们家雪岚有什么想不开的呀 离都离了 怎么香怎么香 你们家汤姜前脚相亲 我们家雪岚马上也跟着相亲 谁怕谁呀 好 你们家雪岚相亲也可以啊 但眼光不能太高了啊 要么容易叫孩子受刺激 咱毕竟那个 咱是庆节一场是吧 你别管我没提醒你啊 再相亲标准一定要降低了 二三十岁的想都别想了 肯定没戏 雪岚要找应该找 年龄应该从四十岁以上到六十岁以下 在这个区域雪岚应该能找的呢 问题不大呢 说什么呢 说什么呢 我们家雪岚凭什么要找一个 四十岁以上六十岁以下的呀 我告诉你 我们一定要找一个比汤姜强的 你甭给我点笑 不信 走着瞧 老王啊 你真是无知者无畏呀 当局者迷呀 女人离过一次婚 就是主厨压得能飞多远呀 我们汤姜是男人 男人随便找年轻的呀 我还告诉你 我这个蔚来庆娘特别有钱 她听说汤姜不是干过出租吗 说以后你别开出租了 我给你开个出租公司 你来管理 交给你了 关键我俩还特有缘 我这庆娘啊 她喜欢锻炼身体 也喜欢武术 早上我们一起锻炼 我双金棍她长枪 双金棍长枪 屁的卡屁的卡屁的卡 还要玩那个默契一样 败把子了 成最好的哥们了 而且这家伙还非要让我举办婚礼 我都不搞第二次了 不行 说她出钱 以我们家为主 你把我丑死了 你给我搞不搞 你咱就给我点建议 我 我 我给我女儿找一个 比汤姜强一千倍一万倍的 那行 老婆 假如啊 雪莲还能嫁出去的话 一定通知我 我给个大红包 好吗 你的儿子如果要再婚 你一定告诉我一事 我们好去喝杯喜酒 那就这么着吧 咱们俩家是也不欠谁了 再见 对 最好不见了 真能祝福你们这对 相应明明的妇女 开心快乐 走了 不送了 理解 老汤就是一帮不蛋 这老兔崽子们还不出来 老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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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汤大哥 不是 你还真走啊 什么意思啊 刚才不说了咱俩互不相见了 不再见了呀 怎么你想给我大多吃个散伙饭 什么呀你你你你就眼睁睁看着小梁手就这么离了 你不想抱孙的啊 我也什么办法 年轻人闹的 再说了 生的孙子也姓黄吧 对不对 我抱个屁孙子呀 我们家都差点给你姓黄了 哎哎哎哎哎哎哎呦哎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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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真没辙了 雪莲对心情特别的不好 天天跟我发脾气 我 我都快憋死了 那哥 只要你能想办法 叫妈妈小狼口聪合在一块 你让我干什么都行 不耽误给雪莲相信了 那都是气候啊 我相信啊 你也没给汤香相信 是吧 那倒是 你那点心思瞒不过我 老毛 你这个态度就对了 就端正了嘛 虽然咱俩平时打打闹闹的 关键时刻 咱们得联手 对不对 对对 你现在所有事都听我的 好不好 听你的 你说怎么办 咱就怎么办 好 为了咱们的孩子 吃再大苦受再大委屈 你就心甘情愿吧 心甘情愿 无怨无悔 好 让我吃屎 对啊 为了孩子必须吃屎 如果我能吃屎管用的话 我也吃 不是 能不能吃点别的呀 老唐我这是真心为孩子好 你你可别耍我呀你 总是耍你 我刚才不说了吗 咱吃屎啊 它不是目的 它是过程 不是为了装疯吗 你怎么装疯才能叫人相信 你说又唱又跳 我不认人了 太假了 你演不好的 妻女小孩都能识破 你只有吃屎 所有人相信你是疯了 他们俩都能打电话 才能见谅 一见面咱们就好办了 我一定要吃啊 你看你的什么态度 为了孩子 你还说西安球院 什么都敢吃苦 今天这都不愿意 算了 什么不吃 当然越快越好了 好 这谁要瞒那文婚名啊 我看那娘们她是眼不像 你就白吃了 是不是 咱们分东行动吧 你赶紧回向前面 我先回去 等你来吃吃 你等我啊 红梅啊 你童言 你吓死我了 不是 出事了 她出大事了 又怎么了 我刚才王金犬家回来 有麻烦了 有大麻烦了 雪莲不同意复婚啊 我别见了雪莲 是老王 王金犬有点不对劲了 王金犬不对劲了 就我去他们家啊 就看他们家 烧了一屋子这香 还点着头来蜡烛 不光是香啊 王金犬家就这样 眼睛很空洞 大仙附体了 要糟糕了 行行行行 你别说她怪事呢 等等 烧了烧了烧了 烧火的烧 对啊 然后有钱 你要说自己的 好啊 把我给杀了 我就赶紧跑出来了 怕是疯了好像 你瞎说 你瞎 你们別打扬小绳 这不轻 你这么知道 有什么 干什么 老王啊 昨晚大声托梦于我 说你身上有小人 中导的 什么腚散という 我帮你把这些小管都给你打 你出来 来 你们打我呀 你打我呀 打我 大烟熟让你打小管 为你开药房吗 开了 开什么药房 大膳让我去吃 我脑子进去尿的 我去吃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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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喝 我去做了 风 风作 风作 我给你上班 吃的啦 不不不 都是的 味的一碗 不不 你先打开我 放开我 放开我 让我驱逝 靳晓 太香了 我又没相信了 相信了 不是 你个兔崽 你 你装你 你干嘛打我呀 你没这个程序的 你废话 你让我吃屎 我也不能让你好受得了啊你 你还叫唐杨小天啊 你比唐杨小天啊 你比唐杨小天啊 就说你唐杨来了 那你管让我 我没给雪莲打电话 你给唐杨打电话呀 你什么呀 一个个来 这样才自然嘛 不是 你这儿 这真让我吃屎啊 你 怎么可能 我路上买的 吃豆腐 我 我 我 笑一下 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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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下午一会儿 我不笑 我吃不上 我真的不吃不上 我 我受不了 我 我用 我用 你吃吃吃豆腐 我吃 你吃不吃到的 我不吃 那就吃屎 要不吃吃豆腐 二选一 为了孩子 为了孩子 吃吃 你吃张队 带着 你再一下 有点意思 再烫了 张队 你来啊 你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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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先来 我先来 这可行 这可行 我先来 雪莲啊 我是妈妈 你赶紧到小院来一趟 你爸疯了 安开点 对对对 老汤 老汤你别爱吃了呀 老汤 我给那个雪莲打电话 大妈的还就到 太大了 她刚才吃过去 她要吃你药 别让这个都换了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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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好多的来啊 天哪 咱不吃吃行吗 你快点吃巧克力 不行啊 打消瘦了 得吃吃啊 试试药啊 能治我的病啊 别废话了 雪莲了 怎么还不到 路上呢 可是马上就到 哎呀 我觉得还不到了 哎 老汤 你拉个汤 你打一二连啊 你打一二连 我打不住了 快点 你打帮我 晴晴 哎呀 晴晴 你站住了 哎 雪莲 怎么了 哭什么呀 我 我爸疯了 在你们小院呢 疯了 不可能啊 你爸那么鸡嘴 怎么会疯了呢 哎 这疯又赚不了钱 妈刚打电话 就是这么说的 哎呦 那是不是因为 保险公司不笔钱 所以你爸疯了 那还愣着干什么呀 赶紧去看看 快快快 到 到 到 怎么了 事实都疯了 事实 给你踩过去 给你踩过去 你吃过去 哎呀 我去 哎呀 我放开我呀 放开我呀 她是狗屎 她这么撑 放桌上 放桌上 哎呀 哎呀 这个老汤 老汤 爸 我是雪莲 我不认识你 娘 爸 你到底怎么了 我爸到底怎么了 那他 那你 你该是跑到院来 什么挑大绳 大香让他什么 来抓小鬼 又打我 又要吃屎 后来吃了一口屎了 我们硬拉得都没人 就你们赶回来了嘛 嗯 吃屎啊 不能吧 王静泉真的疯了 爸 爸早上还好好的 怎么进去就这样了呢 这我也好不容易问出来了 好像接了个方案 跟出电话 说什么好像 什么不赔了 那么好还要判刑 他说 就这样了 就给熊样了 让我猜中了吧 让我猜中了吧 真的 保安屋子不危险了 完了 现在呢 别说他疯了 我现在要疯了 你说别跟着腔乱了 你还要吃屎 是怎么着 你先回屋 先回屋 不是 不是 什么就回屋 我按住 按住的安全 不是 是 是 先回屋 先回屋 再回屋 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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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来 水来 干净点 越来越厉害了 给汤姜打个电话吧 就是你爸病了 病得不清晓 他院儿来看看他 好不好 赶紧赶 给我再发动更危险了 汤姜 汤姜 吃吃 吃吃 汤姜 我现在在你家小院呢 你能不能回来一趟 我爸病了 他疯了 汤姜 他 怎么了 说 说什么了 他 他是他在替别人劳活的 他没时间 什么 你爸这一样的 什么叫没时间 再打 再打 汤姜 你打了 他讨厌我爸 他 他就不会管我爸死活的 那么 汤姜 你别着急 别着急 他娘不是那样的人 后面 你打 你打 来 我打我打我打 进去 他不接电话呀 你啥 你别拿他电话打 他能接吗 不是 有家里电话 对对对 赶紧赶紧赶紧 快 小小小 你真累死我了 你就是个混蛋 你儿子也是个混蛋 我都疯了 我都吃屎了 你儿子都不来看我一眼 你说这混蛋我不长 怪谁 怪谁 上去说我儿子小心眼 说到场门的 你这活该 我 我是活该 可是你 你 你真小啊你 我去找你了 我去疯了怎么着嘛 我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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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上你来了 快 你什么意思 你哪叫你呢 王俊全都这样 他都疯了 我怕他 你修娘们 怎么那么多事 谁打一二零的呀 可是我怕他 他怎么在这医院看着去 我不去医院 我没疯 不 我 我又疯了 我疯了 我疯了 我还不去医院的 哎呀 哎呀 我们去医院 哎呀 你别摔着 别上书 完全下来 送一道鸡子笔 不行 鸡子笔 我们去 老儿 老儿 来呀 快来 哎呀 咱咱咱咱咱咱咱 别送鸡子笔 不行了 这这这 真疯了 这都刷处了 这这这这帮忙 快不去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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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吃吃的 我要吃吃的 王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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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听我的 赶紧他打电话 这一定叫鸡子笔 找我的啊 他要过来 我也叫鸡子笔了 我到了 我打电话 走 行了 行了 挺好的 就这么放我饭子干啥 谢谢你了 我给你说啊 我没病 谢谢啊 没病 都说自己没病 我真是没病 你放手 你拉开我 我跟你说 我 我有一个丢区啊 刚才拉我来救护车 是不是得打一二呢 那那个 我我几天走 飞行一二到零 天驳一望一二一 交通台一二二 白天我穿过幼脸 别闹了 你别闹了 谁闹了 你好好的 咱们好好的呀 人家是好好的眼花这个 妈 你给她冒陪命啊 不是 别笑 你别笑 团圣 妈 可雪岚照顾你 团圣 妈 可雪岚照顾你 团圣 妈还来了 别闹了 妈 不要 别笑了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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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嘴 来 上嘴 来 上嘴 快笑 别笑 来 来 让我理事都好啊 别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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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 把她吐住 小心 妈 别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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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两个才是对的 我不是 我更不是 那你们来干什么来呢 黄金桥 对 对 是 也是对的 你怎么不好了 我 我有件争议啊 对 到了知识 现在身上有个屎味的 你 还给我咬了牙蚁 对 我咬了 你怎么知道自己是姜文亮呢 我 我 我 您看 您看我这着重 您再看我这扮相 您再看我这扮相 您看我这感觉 您看 我都孔雀开屏了 我还不是什么 行了 说实话 我算了 这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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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待会儿看着我扮相 一话我明白了 你 我妈刚打电话跟我说 说你爸真的疯了是吗 你不是不来吗 我爸的死活跟你有关系吗 你爸平时不是好好的吗 怎么能疯了呢 你说呢 你是不是来看我笑话的 你看到我这样子 你很开心是不是 你走吧 我们家已经够惨了 你别在山口上撒盐了 我是来看你爸的 谁在山口上撒盐啊 我爸都病了 你还这样 那要是人家的 您挺正常的 他是谁在山口上撒盖了 我们所在山口上撒盖了 他就得到山口上撒盖了 你怎么会在山口上撒盖了 他就得到了 我看出来了 是是这样的 是是是 我给你汇报我们这个情况 我们两个孩子吧 就为他们小时候闹病 离婚了 你说离婚了怎么办 我们怎么劝也没有 我们为了要孩子 能挽救他们这个婚姻 我们就想出这个 比较损的办法 让爸爸变疯了 变成神经病了 希望孩子能回心转意 所以麻烦医生啊 我想让他在这住个院 住住住住院 住院这样的 就住几天月 然后呢 孩子们一看爸爸 都疯成这样了 可能会回心转意 我正要让他们和好 去这个意思 好不好 不是 那我得住单间 要不然弄一间 就住住单间 这个有套房 你住高单铭 不知道我爸现在怎么样了 单间 我知道 你把医院当成什么地方 你们这是在浪费医生的时间 你知道不 出去出去出去 咱们通用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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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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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说你这招也太烂了 你让我装疯 还让我吃屎 可他将也没来呀 还让待我把大家损一顿 那怎么了 为了孩子吃屎装疯执 跑 骗我 不是 不是 他他他家你听我解释啊 他听我解释啊 他这 连你也跟他们骗我是吧 你觉得这有意思吗 我什么都不知道 你别连我 你们把我当三岁孩子了是吗 你以为让你把装疯 就能让我回心转意是吗 你什么意思 唐将 你这雪莲真的不知道 你说 你你跟雪莲发什么火啊 跟雪莲真的一点关系没有 所有一切 都是我出的主意 唐你什么意思呀你 你不是我俩离婚好吗 你在这儿干吗呢 骗我回来 又想让我俩复婚是吗 不你无聊不无聊你 以后再有这事 我听都不得听的了 你能不能别再拿糖了 兔崽子 这些都是为了你 你妈快把我逼疯了 你老张得为你支持了 能不能可怜可怜 天下父母心啊 能不能分手点好歹 能不能啊 不能 你们都太无聊了 我这个心脏 我这个心脏 水 水 老汤 你 你就是个混蛋 该是我让你吃吃的 水 水 水 妈 到咋了 情况就是这么个情况 要不然文物没多事 非打120 咱们就不去医院了吗 她就不会录像了 你还怨我呀 不是就差一点点 就差这么一点点就成了 那雪岚她她就和好了 可惜 王女全白说了 大哥 那意思就是说 这个保险公司没有给王大哥打折电话 咱家的钱还能赔回呗 小白 你们真惨你 不客气的话真提醒我了 明天我真的去办公司问问 对 看有没有什么消息 催催催她们 喂 哪里啊 好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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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说明天上午我去你保险公司 对吗 好好 谢谢 谢谢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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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险公司 说涛涛涛涛 保险公司来电话让我明天去一趟 那她没说什么事啊 大哥 要不明天我请假陪你去吧 那倒不用了 我自己去 没问题 大哥 是不是咱那钱快下来了 应该是 不对 大哥 不对不对 你不是投保人 那不应该让你去啊 应该让王清泉去才对啊 对啊 老二 你说得给报了 这叫我去干嘛呀 怎么办啊 二位侦探都在呢 请坐 谁问哪 您好 我是保险公司叫查布的 姓迪 迪人姐的迪 您就是汤立春吧 对 是我是我 您叫我老汤就行了 那个迪人姐的迪先生 什么时候赔我们钱啊 是不是全额赔啊 百分之九十也行 我们正在找程序 好好好 那抓紧时间走 有个叫马耀才的 你认识吗 那太认识了 你们找他了 在哪找到这兔崽子呢 人家很熟吗 相当熟 我是他偶像 他是我的汤刺 千余点说我们是好朋友 好到什么程度呢 可以说过命的交情 怎么个过命法 那我就这么跟你说吧 我让他向东他不敢向西 我让他跳楼他不敢跳河 我让他打你左眼 他不敢打你右眼 知道了 他现在人在哪里 不知道 养活中心烧了以后 这小子又不见了 他人住在哪里 他之前是住在桥洞 后来住我们家了 桥洞在哪里 你们什么意思呀 不是 这位敌人杰的敌敌先生 你 你这叫过分了 你人物关系你没搞明白呀 你是警察吗 你凭什么审问我呀 我要找个律师 我们不是在审问您 我们是在走程序 那抓紧时间走程序呗 什么时候陪我们 那马有才呢 你怎么又是马有才呀 这跟马有才有什么关系呀 是我们老马出什么事了呀 能出什么事 我哪知道啊 这不是你们问我吗 你什么意思 这一口一个马有才马有才的 我告诉你 你们要不说正事 不说赔偿的事 我不给你们摸嘴皮了 走了 请等一下 今天请你来呢 其实是因为 消防中队的报告出来了 现场发现有一个烟头 怀疑是人为纵火 同时有证人证实说 那天火烧之前 只有马有才一个人进去过 消防中队查证 现场发现呢 一个烟头是肯特别香烟 而只有马有才是肯特别香烟 你们什么意思 你们是 你们是不是 怀疑我骗保啊 实话跟您说 是有这个可以 你们脑子是不是被门框给起了呀 脑子出问题了 你不能因为性敌人结敌敌 你那么武断呀 你瞎怀疑什么呀 我们仰卧中心 马上就要卖了 要兑现了 我们骗什么宝啊 莫名其妙吗 傻呀 我们之前碰到我身上 做局的案例 谁怎么那么确定 做这种案例呀 我们不可能干这种事 我们也调查了 你是有钱科的人 你说你们想怎么办 唐先生 我们把线索帮你整理一下 你们家一直想套钱这笔钱 可没有人接盘 后来来了个瑞士大公司 老板是你弟弟的同学 在大货烧之前呢 正大的嫌疑人 就是你的过敏交情 马有才 可是现在他有人有失踪 你本人呢 不是有钱科的 就需要这笔钱还债 大先生 您自己说说 我们还一件片报 不合适 你怎么办 你怎么办 骑走到这份上 真是满盘皆输啊 老汤好不容易攒足了劲 想帮下老马 当回好人 可好人就这好报 如果人生能够毁骑的话 老汤一定把老马这骑子 给吃了 回来了 保险公司怎么说 老汤 你怎么了 你怎么了 事情不太好 说我有骗报嫌疑 怎么会呢 他们凭什么这么说你啊 洋务中心失火的现场 发现有烟头 他们有些证据 怀疑是老马纵火 老马又不见了 意思是我指使老马放火 然后逃跑的 那你为什么没跟他们说清楚啊 你没干呀 我不是有前科吗 又判过刑 出来不久又欠于屁股债 只要老马找不着 我就永远有嫌疑 这 那这可怎么办呢 怎么办等着吃瓜道呗 大不了二斤公 妈有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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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他妈真是太有才了 为我们厂的革新 创新 做出过突出贡献 他还多次被评为厂先进工作者 这会儿 这会儿我悲痛欲绝 老郑 你懂 你懂 你替我主持下半段 没什么 你别着急啊大嫂 咱回去好好商量 人没事吧 现在没事 我就怕我干活有事了 没事大嫂 你看看 那你走 你走 你帮我坐 这是最后的晚餐了 不是 什么意思 你先把它干了 大概再跟你说好吗 干了 萨儿 大哥呢要跟你去交代点事 要是我有什么三趟两短 咱们这个家的掌门人呢 就是你了 你说什么呢 你当掌门人干的挺好的 大家都挺认你的 你接着干 你听我说 哥想请你替我做几件事情 首先呢 你大扫温宏梅 你要替我给她养老送风 你喝大了吧 胡说八道 你不啥话 你听哥说 还有呢就是汤姜 他老人开出租代价 这这 他不是个常识啊 最好能找熟人公司 好吧 让他在公司干的 是吧这样更长久一点 我最不放心的就是 你二哥立下 你能不能想想办法 就是再不贪赃王法的前提下 给他弄个副处干干 你二哥啊 他当官有意 他这辈子很压抑啊 我给他干个副处 这样呢 在你二嫂面前 老二就能硬起来了吗 不是你你你你到底怎么了 还有就是你 嫂儿 你跟颜小儿不能进这儿拉头 不能这么放弃的 还得要追他 这是个好公家你知道吗 相信大哥的眼力 你打住打住打住啊 大哥你现在把全家人一个个拎出来说个遍 你这是什么 你这算是准备后事了是吧 别别别别别别胡说八道啊 我很有可能啊 在这家里随时消失 哎呀这时间真的很紧 咱爸照片呢 我我一共写了三张 咱们各仨一一人一张 这是你的 嫂儿 不管你到天涯还有酒 都得带着这儿 拿着 好 你现在对待爸发誓 一定答应做这个掌门人 大哥你 你别吓唬我行吗 你这是 哟 哟 哟 黄警官 老三也在啊 没想到这么快就来了 黄警官 喝着呢这是 你来这儿 这这是最后的晚餐了 有什么事吗 没什么事 找他聊聊 哦 爸 爸啥也不说了 儿子不笑 下辈子再尽笑 哦 怎么着老汤 哦哦 跟我去派出所一趟 哎 走 再拿着 不是 等会儿等会儿 黄警官 这 确定没啥事啊 这没啥事 就聊聊 好好好 走 走老婶啊 哎 哎 是你那深情的呼唤 让我成为你的儿子 我来 我来到世界的那颗木瓜 我都会瘋子 我都会瘋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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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都会瘋狂 刘释